哈喽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雅思考语 不同一个新的daily lesson是525节课 我们来去学习一下雅思考语 不同基础不同阶段 怎么样去制定一下复习计划 今天是我们所有的重点的一个免费课的一个合集 我们来去看一看 主要是因为YouTube上面 我们发了很多的免费课程 同时B站也有一部分 然后很多学生就会说 老师每次一到做复习计划的时候 我就不知道怎么样 才可以去根据我自己的复习情况 去制定一个计划 因为我们会发现 我们每周去报名参加coaching with me的学生的话 每个人的那个截止日期都是不一样的 那这样的话呢 你要根据你自己目前的情况呢 和你的截止日期去做一个更好的一个计划 我现在大牙套啊 所以我说话有点奇怪啊 这节课的话 我们会具体去分享一下做计划的步骤 第一步就是为什么梯子方法是一切的基础 然后四门一起怎么样去做一个复习计划 保证你四门是一起考过的 每一门是怎么样去做计划 以及考前一个月应该怎么样去做计划 如果你觉得今天这节课 或者你的复习有一些帮助的话 欢迎报名一件三年一下 这样就会有越来越多同学去看到我们的免费课程了 然后第一步就是 为什么梯子方法是任何成功复习计划的这个一个基础啊 我发现这个方法是在我2019年的时候是吧 我考了那个G的8777用一个星期的时间给考过了 本来我是一个每次考听力都很焦虑的人 但那一次的话是 而且我每次考试的时候的话 我都需要去考几次 那一次是我第一次就是一次性考过 我们来去简单去看一下这个梯子的复习方法啊 好 这个梯子呢 它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呢 我们每一个技能是罗列在一个技能的上面的 那你会看亚瑟写作实际上总共是有六个技能 但你视频看到这节课只讲了四个技能 然后你每一再去学习一个技能的时候的话 我们经常会发现你学了结构 结果的话呢 你学结构之后的话 刚开始的时候还挺清楚的 但你到学了技能二 比如说段落模板的时候的话 你发现你把结构给忘了 等你背完那些12个逻辑链之后的话 或者是50个逻辑链之后 你发现你有把技能一给忘了 为了去避免出现这个问题 实际上并不是你每天需要去死即应背这些模板的 因为你背了模板也没用 你背了之后你不用也没有什么方法 所以所谓的这个梯子就是 我们的技能是一个技能 罗列在一个技能基础上吧 比如说你的段落模板是需要保证 你会用了技能一之后的结构模板之后 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的同学的话 视频下面有7天免费课程的链接 先去学一下 我们写作必备的6个技能都是啥 然后背一下那些模板啊 然后你先去看一下 你会看技能二 你比如说假如说 因为我这个是一个缩短版吧 假如说你第一天是复习一个技能一 然后你到了 这牙套我真疼 然后你到了第二天和第三天 复习技能二的时候 你需要去用这个技能 而不仅仅是去背这个技能的这些结构 然后你用它去刷 比如说五道题 或者是十个高评题就可以了 高评题在我们资料包里面全部都下载 然后紧接着你到了下面一天的时候的话呢 你重新需要去复习一下 你的技能一和技能二 怎么去复习 也是拿技能一和技能二去套题目就可以了 然后再进行这个技能三 然后我这节课再去讲解的时候的话呢 给你们去分享一下 我自己7天是怎么样去复习的 因为是针对我自己当初的那个基础 以及当初的那个问题 你会看到即使我只复习的7天的话呢 我每天都做了一下听你的练习 如果你对这个复习 比如如果你现在基础会比较好 比如说你A类考过一个七分 你只差G类考一个七分 就可以移民了 这类学生的话 适合去看这个一周的复习计划啊 但其他类型的学生的话呢 你就继续往下听就可以了 你记得所有的计划全部 你后面听的都是一些更宏观的一个计划 但是微观来讲的话 复习方法都是这个样子的 记住学过的技能 继续用这个技能去刷题 然后强调一下 口语也是一样啊 不要说我今天复习完了 口语的四个万能原因 去套了一下part one的题目 明天开始复习part two了 part one就不管了 那你过了两个星期part two 都复习完了 part one绝对又别忘了 这是一个特别常见的一个问题 好 然后我们来去看一下 相关的一些课程都是啥 相关一些课程的话呢 你可以看去视频下面 这两节课的话呢 如果你感兴趣 都可以去具体的来去看一年 但是如果你就明白的话 就没有必要再去看这两节课了 然后第二步的就是四门一起考过 如何去复习 四门一起考过的话 你的复习安排就是 每天复习三到五个 最好是三到五个小时啊 我们之前有一个具体的课程 讲解了一下 为什么如果你是四门一起 考过的时候的话呢 你是不能四门一起复习的 具体的道理的话 这个视频有具体的一个解释 然后简单来讲的话 就是你第一 第一个月的时候的话 你会看一下时间的安排 写作每天复习一到两个小时 听力每天复习两个小时 具体复习什么内容的话呢 在这个视频里面有具体的要求 然后你到了第二个月的时候的话呢 你需要去加上 每天可能复习两到三个小时的口语 然后其他用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去保持你的听力和写作 同时的话 每天复习一到两个小时的阅读 具体的计划 你就看一下这个视频就可以了啊 总之的话 你既然如果你是四门 都需要提高学生的话 你第一个月一定要去复习 听力和写作 第二个月复习 口语和阅读 因为你的写作实际上 是给了你的口语打了一个基础 后面的时候你会看 另外一个学生也说 你的听力的听写的那个作业 实际上是给了阅读打基础 我们一个学生 听力考一个七分阅读一下 就从多少分六 六点五分上到八分了 因为他说那个听写的作业非常重要 然后我们来去看一下 第三步就是 你知道一个宏观的一个计划之后的话 我们来去看 稍微微观一点 就是每门考试 怎么样去做计划 首先就是听力 大家是不是现在都考877了 然后看下分数降低了啊 听力的话呢 看这个视频 我们之前讲解过听力满分 必须一些技能 每个技能的复习资料 都是什么样子的 我来去给你们去看一下 这个听力课 我们先扫着看一下重点吧 比如说的话 里面去给你分享了一个 背诵单词这么一个表格 告诉你 比如说基础差学生的话 你是应该怎么样去总结单词的 然后后面的话 还给你去演示了一下 怎么样去做听力的 听写的 很多学生做听写的方法 都是错的啊 好 然后我们来去看一下 你们最纠结的这个写作 写作每天复习时间 实际上两到三个小时就可以了 你现在看到这个视频的话呢 有具体写作时间一个计划 我先简单说一下 如果你技能一的话 大概是复习三天的时间 然后技能二的话 大概实际上一天的时间就够了 就是我们说那个段落的模板 技能三的话 确实是需要两周的时间 这样我们就是三周的时间了吧 好 然后到了技能四和技能五的时候 有的学生复习完了这个逻辑 直接就会考过了 我们建议你复习完这个逻辑之后 就是那140个高评题 写完你的中文逻辑之后的话 你就去考一次试 但是如果你说老实说就是语法不好的话 那你技能四和技能五 就是语法和词汇 学完之后的话 因为很快 因为你的词汇都是在技能三 那个逻辑里边去给你讲解的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你的语法和词汇都是很快 就是一周 我们现在看的学生的话 一对一的学生的话 都是一到两周 最慢的学生是两周 正常情况下是一周就可以了 所以写作实际上 很多学生都可以一个月 从六分提高到七分 而且我们上周不是 前几周不是发了好多经验分享吗 都是中国大陆的考上从六分考到七分的 全部都是这个时间 如果你想知道具体的 应该是怎么做 做哪些练习什么的 去看一下这节视频课就可以了 免费课程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一定要去注册 那个七天的免费课 因为我们在技能三的部分的话 给了你12个万能逻辑链 怎么样去讨那个50个题的思路了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 口语 口语的话呢 我们没有一个比较 就是general的一个复习的计划 因为每个人复习口语的时间都不同 为什么 因为好多学生在国外生活好多年了 他口语就很好了 所以他只需要复习两星期就行了 还有学生复习一个星期的 但是中国大陆的考生的话 可能复习时间就会更长一点 而且基础差的学生的话 复习时间就又会更长一点 总之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去看一下这个视频课 里面去给你讲了一下 就是六分考到七分 重点写哪些作业 七分考到八分 少做了哪些作业 七到八分的学生基础好的 他反而做作业会相对来说 会更少一点点 然后如果你想看一个全程 比如你想知道 每个阶段到底做了什么作业 比如说我们之前经常说的 那个part two 只需要一个半的故事 part one需要四个半的原因 怎么样放在你的 这个复习计划里面的话 去看这个视频 因为在这个视频里面的话 我具体给你讲解一下 我是怎么样带着我一个 抠语是五分的一个学生 考到一个六分的水平呢 就是这两个月 我们整个复习过程是什么样子的 而且你还需要 因为这个学生 是我带过我现在 最聪慧的一个学生 虽然他并不是分数最高的 但是他是提高 最轻松的一个学生 这个学生是一个 特别有悟性的一个学生 所以一定要去看一下 如果今天这节课 你说只去挑一节免费课看的话 我肯定 如果你需要提高 我会建议你去看这节课 然后我们来去看一下阅读 阅读是一个 我们唯一一个 有保证你上了视频课 不管你是基础 四分五分 都可以提高到八分的学生 因为我们有这个经验分享 就是有学生是这样去考过的 然后阅读的话 就是两个小时每天 需要 也是需要一个月的这个时间 我们之前说 说明说每个是复习多少天 写作是用一个月的时间 口语的话 就是每个人的复习时间都是不一样 大概是14天到30天的一个时间 也有学生复习的时间会更长一点 因为如果你发音差的话 可能需要两到三个月的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阅读 阅读是两个小时每天 两个小时每天的话 实际上你直接去看 左边的这个复习的一个经验就可以了 因为他是一个月四到八分的一个学生 是我最早带的一个学生 因为我们视频课的话 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 他每天复习两个小时 一个复习计划 具体他会给你去分享一下 他每天都是在去做什么的 但是如果是general来讲的话 我们的自学的阅读课程的话 第一个部分会讲你怎么样 五分钟去快速阅读 这个你需要一到两个时间 然后分类做题一些做题技巧 带着你去做题一些思路 是两到三个时间 目前我还没听过 谁说阅读有问题的这件事情 上一课就可以去 就是这是唯一 因为他上手比较快 他不像说写作 你需要去理解 听你需要去做那个听写 你是没有办法立竿见影 看到效果 但是阅读马上就可以去看到效果 所以我很少去讲阅读 如果你想自学的话 我们也有一些自学的工具给你 比如说你在我们的资料包 微信公众号 亚思令 亚思令 我给你打到这个后台 好 微信公众号的话 就是这个亚思令 然后后台的话 去回复一下资料包里面 就可以去下载 这个100篇的练习的素材 然后下面这个视频的话 左下角这个视频 去给你解释一下 怎么样去用这个100篇的阅读 去练习你的快速阅读 同时的话 我们自学的阅读课程的话 是给了你这个免费课 就List of Heading 实际上就是快速阅读 应该去怎么做一些技巧 全部都可以讲给你 去看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来去看相关的一些课程 相关有两节课比较重要 一个就是我跟你说 这个学生从4分到8分 每天都做了什么 他都会给你写的非常非常详细 所以这个复习计划的话 我让很多一对一的学生 全部都看了 然后另外一个学生呢 提到说 他每天去做这个听写的练习 可以帮助他的阅读 是上8分 我是建议大家去看着一看 为什么他做了这个听写的练习 做了这个听写的这个表格 可以帮助他阅读上8分 这样你可以去深刻理解一下 为什么听写这个作业有那么那么重要 而且这个表格的话 资料包里面是可以去下载的 你那下载完资料包之后 你需要去知道每个工具都怎么用 所以还是需要去看这些课 好 最后我们就来去说一下 知识点的复习完了 还有一个月如何冲刺 以及的话呢 很多学生是现在这么一个状态 就是之前几个月考过雅思 现在又回来去复习了 因为什么8778直接就可以被抽着 或者说你们4个7 或者是877的这些人的话 考过就可以移民了这拨人 现在慢慢的在回来 因为我们看到报名的学生 原来越多了 所以如果你是这种情况的话呢 你可以先去尝试一下 去用这个考前一个月的复习计划 这是我们一对一的coach Mira给大家去做的一个计划 然后他的这个计划 记得是适合 现在就是已经学完了 你的写作的6个技能 已经有了你的口语的4个万能 原因和1个万能故事的 如果你都不知道 我现在在讲啥的话 kisshouse.com去注册一下 7天免费课程 视频下面有具体的电接啊 来我们最后看一个留言小问题吧 留言小问题 就今天我们来去问一个 开放型的话题吧 就是这节课 你觉得你学到了 关于怎么样去制定计划 最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到底是什么 然后最后我们 闲聊点东西 就是闲聊一下 你们做这个复习计划 这个东西 如果不想看待学生的话 可以就先不看了 做复习计划这一点 我会发现 很多学生 在去复习的过程之中的话 比如说我跟你说 这个Leader 这个复习计划 就是T字这个方法 很多学生 就是不会应用这个方法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我认为做复习计划 如果你掌握一个技能的话 就是这个 因为我们会发现 很多学生 特别容易到复习到第二个月 第三个月的时候的话 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好多学生 他认为他整个的一个复习的 一个进程是一个 是一条直线上升的 但是我跟你说 都不是这个样子 每一个人都会有点跌宕起伏吧 像我上次跟你说 我四个月的时间 才考到AA的8778 我也是一个正常人 所以你中间总会出点事 过个春节是什么的 但是重点是你这个时间 你复习的整体的这个trajectory 应该是不断地去上升的 你不要说 因为我今天学的不好 所以我就沮丧 然后一下你的心情不好 导致你没有办法按照 这个复习计划来 这个计划只是给你一个 general的guidline 真正在去复习的过程之中 怎么样去复习的话 就是你需要有一个 flexibility在这边 比如说你今天生病啊 你今天太累 那你就可以去休息一天 没有关系的 只需要保证 你的priority永远都给 去复习你之前 去应用你之前 已经去掌握了技能 掌握这个的话 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 好了 我们下周的课程再见了 下周我们来去讲那个 对 你们还没有去下载 那个雅思写作 11月到12月份 预测题那个学生 赶快去下载一下 因为我们下周 要去讲那些预测题目的答案了 我会带一个学生去写答案 拜拜